提到大麻 除了联想到一个个开记者会道歉的艺人 你还想到什么呢 大麻其实在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上千年之久 主要作为经济和药用作物 除了在古印度的宗教出现 神农本草经和本草高墓也对大麻有所记载 甚至在17世纪中到19世纪初 药用大麻更是每周的通用货币 但拥有丰富历史和用途的大麻 又怎么会变成现在的麻烦呢 讨论最广的原因 其实跟美国人对墨西哥移民的恐惧有关 1930年代大量墨西哥人穿越国境来到美国 而西大麻烟是墨西哥原住民文化的一部分 美国禁毒官员借此不断宣扬大麻有害的讯息 并将大麻与黑人、移民、中下阶层劳工等族群连结 增加民众对大麻的反感和恐惧 大麻在1937年成为非法药品 更随着尼克森总统的毒品战争 在1970年代被归类为 美国最危险的第一级管制药品 而全球多数国家也因为 麻醉品单一公约等主要由美国主导的条约 一起跟着禁用大麻 所以话说回来 原本就是药用植物的大麻 到底危不危险呢 根据美国疾管局2013年的资料显示 在所有合法或非法药物的使用者中 死亡率最高的是香烟 每年约有48万人因烟害而死 第二名是酒精 造成2万6千多人死亡 第三名则是所谓合法药物 例如止痛药、安眠药、抗焦虑药等等 造成2万2千多人死亡 那大麻排名第几呢? 其实大麻根本没有名次 因为它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是零 不止如此 研究也发现 大麻的成瘾性低于烟酒 而戒断反应、耐受性及依赖性 甚至还低于咖啡因 随着医疗与科学进步 也发现大麻能有效缓解 癌症化疗后的恶心呕吐 减轻成人慢性疼痛和困扰 哦 抓到了 所以关键评论网 现在是鼓励大家抽大麻吗? 不 大麻也是有坏处的 许多研究显示 未成年人如果长期服用强效大麻品种 会改变发育中大脑的成长 并造成某种程度的智力损害 另外也有机会诱发 先天较容易罹患 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发病 而长期且规律的吸食大麻 也可能会增加肥的分泌 并且导致慢性滞气管炎 等呼吸道的问题 大麻有好处但也有缺点 不过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州 开放使用大麻 加拿大更是计划2018年实现 娱乐用大麻合法化 至于亚洲国家 除了孟加拉是大麻合法国 泰国也宣布 部分地区可以合法种植工业大麻 就连禁止大麻的中国 也积极投入大麻研究 或许我们能借此机会重新思考 这个和安非他命 同样被台湾列管为 二级毒品的大麻 究竟是什么 就是这个和安非他命中的 和美国的尖地处 和美国的尖地处 一透踏 和美国的尖地处 一透千短大麻 二度一透千环利 一透千环利 出现一点 那观众 衣斜 和美国的尖地处 水 一透千环利